我跟你讲一个不算秘密的秘密 但凡是上到中央政治委员的 有接班潜能或者说选择比较正台的 一般的都会安排在美国或者是欧洲的一些小国 读书的话 英国 美国 这不跟北朝鲜一样吗 我不跟你讲过瑞士那些事吗 对啊 但是如果是那种三奶四切啊 就野种啊 一般都会安排在澳大利亚 或者加拿大 这很简单 你看人类最聚集的地方是在啥 北纬多少度多少度 明白吗 但凡是有接班能力的 三模四路 或者说我们说传说中的这个叫长子 啊 就正牌系统的 低长 都会安排在住在这些地方的最好的这个国家 包括欧洲的一些国中国 因为这个需要他们接班嘛 他们需要从小培养那种社会关系 嗯 这个社会关系不是国内的嘛 对 是全球的嘛 对对对 只有这些不入流的 三四五六七八九这种级别的奶 嗯 弄到他们的加拿大 加拿大 还有这个澳大利亚 新西兰 这种这个根本就不是人类居住的 不是人类文明的核心地 说白了 缺乏灵气的地方 这个我跟你讲 其实过去这些年我也跟你聊过很多这些事嘛 这 其实不算什么秘密啊